这起强震也影响到了花莲的观光 尤其是饭店业者在这次的受损相当的严重 包括老牌的国军英雄馆 外墙的瓷砖明显有多出剥落 甚至还有墙壁是直接破了一个大洞 明显能看到里面的红砖 甚至连窗户的边框也因为强震是被震到歪掉 而永远的墓前是已经无法入住 预计在下周会进行全额退款 另一间饭店则是花莲的汉坪酒店 由于地震的关系造成结构的梁柱损伤 安全起见已经决定要整栋拆除重建 那么至于立祥饭店是刚好就在天王新大楼旁边 建筑本身也有多出的毁损 但更担心的是天王新大楼若倒下来 恐怕会遭受波及 而目前由于苏化公路需要抢修的时间 加上余震不断 游客是陆陆续续来办理退款 花莲的各家饭店原本地震前还有七成的定房 现在是剩下两成左右 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